订阅观赏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度开 常常在父母亲老人家 常常会没来由的 有很多的苦恼 对不对 在这里讲 无一切苦恼之患 什么的苦恼呢 生理的或心理的 生理的他觉得 他哪里老痛啊 胃老痛啊 我心老是很酸这样子 或不然就是关节老是痛啊 那当然要适当的就医啊 保养啊 这些都要 因为人老会退化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 用佛法的功德消除的 看医生就不容易好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因果病 如果有这些因果病啊 那就很麻烦 这个很多的病 跟鬼神有关系 这我们病 在我们之前讲过 病有分几类 其中一类叫鬼神 所秤病 对不对 你杀那些动物 杀那些鱼虾 把它吃到身体里面 再把它当粪便排出来 那他对你的这种怨恨 还有那种错愕不解 为什么杀我 为什么吃我 为什么把我碾碎 拿来锁抱 融入你的这个血液 内脏里面 有的人他就觉得 很喘吸不上气 气喘病 然后你去医院检查 心电图 我们这个同修都有医生了 中医西医都有 根本没病 查不出来 就给你掉一个 生理石盐水 让你躺在那里观察 有的是什么 你杀业很重 身体就湿热 常常虚胖 对不对 那种虚胖 就会让自己 常常身体会痛 循环不好 头晕脑胀 心情很差 觉得很沉重 这样 那是沙液啊 你看 我跟同修讲 那个中风 跟糖尿病 有的人糖尿病严重 要节肢 对不对 你如果有看到这个 他在看医生很辛苦 你说你劝他 你多诵佛经 然后你多做保育放流 戒杀呼声 你甚至可以当义工 来帮忙流流汗 开开车 那个都是沙生的果报 现世报 你看那个动物要死以前 它是不是先被打 会被挤 会被压 然后它是不是半边 或者一大块不能动 在那边抽出 那不就中风的样子吗 然后就开始被割结 身躯 作用在我们身上 换我们被割结 那些就本来你人生 不用经历的 结果你去造作 没有人 没有提早学佛 没有人跟你讲 有的人就是说 有学佛 我们师父没有跟我讲 为什么 他怕讲了你就不高兴 就不赖了 那我讲了 我也不会怕你不高兴 我也怕你不高兴 我不是不会怕 但是我更怕你受报应 你受报应就是说 你怎么都没有教我们 我现在都跟你讲 那都是报应 现世报 现世报了以后就是生了病 寿命缩短 舍报了 后面还有果报 人在世的时候先开花 这个在佛经教花报 果报在地狱或在恶道 真的是怎么想都划不来 我们人生是要追求幸福快乐的 你偏偏要把它变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没有学佛 多吃亏 所以你看有的老妈妈 老爸爸忽然他老年忧郁 老妈妈常常就是看到一个触景色 就在那边一直哭 半夜一直叫不睡觉 同学都跟我讲 那个都有业障 那个去看医生就给他开那个忧郁症的药 镇定剂 对不对 开了以后这个头重重的头昏脑胀了也没好 哭照常哭 你那个业障把它用诵经超度 我给他共增 我给他戒杀护生 做这些 一直回向 一直减轻一直减轻到消除 后面消除以后很多人就不行善 你继续做 为什么 我们人生的观不是只有这一次 人生就是要多行善事 没事情你就爱做这个 你将来厚福无穷 我们人生有很多坏习惯 没事买两件衣服 没事要去吃一顿贵的 对不对 已经有一台很好的车了 还要再买个两台 你这些倒不必 你没事喜欢去做善事 帮助那种贫穷的人 去捐这些米 供养僧团 见佛塔 造佛寺 没事喜欢做这个 要养成这个行善的兴趣 你人生一定非常的美好 来世境界一定会殊胜 所以这里讲供升功能 可以除这些苦恼之患 你看你半夜睡觉 突然妈妈站在那边 都在那边叫 全家都觉得纳量临头 突然都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跟他讲方法 立刻的化解 马上就改善 他以前都没想到 大概是什麽问题 对不对 有很多的这些疾病 本来不用得到 不用受这个苦 但是你因为去造业 就要受这个苦了